记者詹世宏云林报道,登陆国家重要民俗的云林六房妈过炉,今天上午举行107-108年六房妈过西谷大庄临时鸿潭上凉典礼仪式在县长李静勇,一长沈松龙等人上乡驻到后圆满完成会场锣鼓喧天,鞭炮生龙龙,上千幸中也到场见证民俗盛世。 中华民国六房妈会理事长吴景宗表示,往年红毯卢主由直角决定,今年大庄红毯与卢主是由庄内信仰中心北极店与庄内民众共同承担,与过去略有不同,今年上梁仪式也邀请全国各地分会一起观礼。 上梁仪式在县长李静勇,一长沈松龙,立伟苏志芬,刘建国,张立善议员,林胜爵,陈瑞雄,蔡秋敏,云林农田水利会长林文睿,狗六市长谢淑雅,狗南镇长张申雄,大皮乡长谢明平,虎伟镇长林文斌,土库镇长陈庆柱,虎伟镇代会主席丁学忠及地方明代,六房妈会干部, 卢鼠周万有等地方人世上相助导后,圆满完成,六房天上圣母,卫云林县,斗六市,斗南镇,虎伟镇,土库镇,大皮乡斜一轮直奉寺的天上圣母,六房妈并没有固定的庙宇,随居无定所,但香火鼎盛,过炉活动已有三百五十多年历史,每年的过炉绕境,一是被云林县政府列为无形文化资产, 文化部也在今年将云林六房妈过路登陆为国家重要民俗,六房妈信仰是国内现存罪,大规模为以寺庙管理形态存在的妈祖,天上圣母,信仰活动,特别是搭建红檀及红檀起嫁与安坐等祭司仪式,保留台湾许多传统福利,形成地方特有宗教信仰文化, 也凝聚了云林五股三十六个庄头性众向经历。